我们来介绍一下BSP Business Split Token Ultima Business中的所有奖励将用它来支付 哪里可以使用BSP硬币? BSP硬币与VIP Split和Unity Split一起参与Ultima分红过程 分红过程按照标准规则在Smart Wallet中进行 用户拥有的BSP越多,潜在的Ultima奖励就越大 持有BSP硬币的奖励可以按日申请 但重要的是任何进出交易都会将BSP硬币的持有时间重置为0 如何开始BSP硬币的分红? 首先您需要从操作板上提取您的BSP 请在Ultima Business网站上左侧菜单中的个人中心转到Payout部分 选择BSP余额 然后点击Next Step按钮 在之后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输入要提取的硬币的数量和您的钱包的地址 钱包地址可以在Smart Wallet中进行复制 指定要提取的硬币的数量 粘贴复制的地址 然后点击Transfer按钮 在之后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输入双因素身份验证代码 请打开Google Authenticator软件 然后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在该软件中收到的代码 如果您的操作无误 您将看到一条消息显示以创建硬币提取请求 完成了 您已经完成BSP硬币的Payout 接下来打开您的Smart Wallet 在可用资产列表中找到BSP并点击它 然后点击Splitting 然后点击My Business Split Tokens 查看您的硬币是否已准备好参与分红 根据硬币的使用时间您将看到它的状态 如果硬币已经准备好分红 那么会显示Ready for Claiming Reward 而如果尚未达到规定时间则会显示Claim Reward 并显示达到分红要求剩余的时间 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箭头返回 如果您的硬币已经准备好分红 请点击Claim Reward按钮 在这个屏幕上您会看到以下信息 My Business Split Tokens 您余额中BSP硬币的数量 Total Split Business Split Tokens 区块链中BSP硬币的总数 Daily Reward 每天分给BSP持有者的奥提马硬币的数量 Current Block 显示区块链中当前的区块 Final Block 显示当前减半周期的最后一个区块 My Estimated Reward 奖励的大致金额 在下一个窗口中您需要勾选复选框 并点击Confirm来确认收取分红 完成了您已经成功领取奖励 您可以点击可用资产列表中的Ultima 查看您获得的奖励 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提醒您注意在使用该产品时 应了解的分红规则 任何BSP硬币的进出交易 甚至是1000枚硬币中的一枚进行交易 都会让所有硬币的持有时间归零 如果您钱包中的BSP硬币是不同时间得到的 那么他们准备好参与分红的时间 也是不一样的 BSP硬币的最小持有时间单位为24小时 因此如果您要申请奖励 而您的硬币尚未准备好参与分红 持有时间少于24小时 那么他们将与那些可以获得奖励的硬币一起被重置 别忘了每天都参与分红并领取奖励 祝您一切顺利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会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